來來來 這好像不用遮臉耶 這也太明顯了 你遮什麼啊 怎麼冒充新人 推不動耶 自己走好不好 你覺得你的面相有什麼問題嗎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是 對… 很滿意對不對 就有時候這個面具 比較塞不下這樣 現在是卡住我 拉不下來 好啦 我們歡迎 好 你有去看過像嗎 看過像 我洗過相片 我沒看過像 他其實自己家裡面不就 那個很熟這方面的事 應該不需要 那個宗教的啦 那個不一樣啦 看面相那個不一樣 那個還是必須要有專業的老師 可是你這種臉 不是會被歸類為福氣嗎 對不對 不像啊 就就是說把它鋸起來不OK 但是你把它拆開 一個玩 一個玩 還不錯 他在面相第一眼看 眉毛 眉毛 是嗎 你注意看它的眉型 它有點那個八字眉的感覺 就一副那種倒霉臉的樣子 我一直以為你是故意做表情 做成八字眉的表情不是嗎 沒有…我就很正常 我現在是很正常 故意做八字眉呢 這樣已經夠八了吧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 好棒 是每個人都做得出這個表情嗎 我怎麼知道 你做做看啊 這樣有沒有 沒有 沒有啊 沒有… 你有嗎 來 八字眉 有…一點點 你也在挑眉啊 漢典很會做八字眉 他那是畫的吧 我沒有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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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模仿房麗星啊 對啊 你好八喔你 怎麼了 不要難過啦 沒事 你們繼續留 我後來發現 他如果放鬆的話 嘴唇是往下走的耶 對 嘴唇有點往下 所以你從他的面向 因為你也可以看出 他是一個個性很強的藍性 我今天發現你的嘴唇長得 很有趣耶 他上唇其實是翹起來的耶 對 以前有長輩說什麼叫菱角嘴 那不是很好嗎 沒有 他說菱角嘴的就嘴巴甜啊 他就這樣而已 其實他的嘴角是下吹的 基本上錢掉下來 他是留不住的 就錢掉下來他存不住的 如果嘴角上揚的話 錢再怎麼進來都存得住 他現在很有錢啊 不是啦 誰跟你講的啦 不是現在很受歡迎嗎 不是 你現在收入很好啊 就夠用啦 是不是很有錢 你不是打算要取鴨子了嗎 去日本嘛 你哪有想啦 鴨子像蔡康熙說的啊 他說的啊 他為你的落淚耶 你說一個人喝醉就算 兩個人不可能都喝醉吧 對不對 而且 而且我跟你講 鴨子呢人家還年輕嘛 我們也經過婚姻了對不對 他要找 要找陳漢典這種的啊 對不對 對啊 我沒有去日本喔 可是那個漢典就是 傷了他 就是傷了他 不能說漢典傷了他 要找我啊 對不對 我後來發現為什麼 他的命可能還不錯 是不是因為他這邊耳朵很大 耳朵喔 耳朵老闆 就是要耳垂 那耳朵的話 如果他大過於就是 在鼻子 以鼻子為準 高過這個準頭 低下準頭 那麼這個眉毛的話 如果是耳提 又高過這個眉毛 基本上他這個大耳朵的人 是非常有福氣的人 非常有福報的人 是過了 過了鼻子 過了耶 可是他的上耳好像沒有超過眉毛 有啊 你看 有平行 因為他八字眉毛 他八字眉上 畫下來他就超過了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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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歡迎你 等一下來請教一下 請坐請坐 神秘厚道邵康熙 竟被說向心人 厚道是不好的嗎 厚道如果他下巴有比較尖的話 就跑得晚 遠遠不好 還好我先煎嗎 你還叫不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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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會一直煎 你會一直煎 你可以變月下的我覺得 哇 如果你這樣吹下來 然後再流 他又好像就是仙人咧 不玩一城的雲離開 好不好